大家好我是最 今天打来期圈荒铃尔 欢迎在一起的期盼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萧成拳大战小小 而小小用草体金属发对抗萧成拳的下二名 其实论实力的话 双方实力是均等的 只是有时候在实战中 看他们的银场发挥怎么样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还有心理因素影响 下盘一点直接接比杀 这个打得好远啊 攻击力好远 小手一先 这就没了 草亭这么快就挂了嘛 现在来看小小下一个角色 小小他的大猪陈国瀚 大猪先轮铁锤 大猪在零二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呢 它起到一个牵齿的作用 进攻它是不行的 它可以防守中发动一个被动进攻 铁锤大包走 几锤就搞晕了 真的还很少见到这个版本中打晕对手的 大猪算是一个 先来看肖顺拳的罗伯特 罗伯特先踢腿 被轮了一锤 罗伯特还又被轮了一锤 现在先发波 前跑 前出 压上一手 升了空了 大猪赚踹 走 罗伯特来来 赶波 立下过点 大猪再来个赚踹 罗伯特继续起身 胜了血 胜了血 胜了连续 居然身为斩裂腿来了 后面 波 好 跳起来 透 它是想 哦 用波破隐藏是可以破的 只要把这个时机找准 后面 来法隐藏大招 真 龙虎乱舞 结束战斗 肖正权破这个隐藏 对 掌握得非常好 实际 现在来到小小的克里斯 第四个回合 克里斯先跳起来 罗伯特飞三角走 亲叫点山 罗伯特斩裂腿 吸 吸住了 他们也胜了取消 扎了腿吸住了 小小可能是保不住了 罗伯特这个快腿啊 简直神一般的存在 可以进行一个 连续的高伤打击 肖成也拿到第一份 好 下面来看第二局 第二局小小 继续选人吧 他们是打的一个随机 有随机有选人 草蹄精是选出来的 现在肖成用草蹄精手发 对方肖成全都选二米 开场响逆向 夏二米冲刺过去 草地成全中队 开bc7 食物感压制 生龙对空 好机会 塑铁 开烧吧 燃烧吧 小宇宙 中间还开了个双bc 反别取消 接超杀伤啊 双火带走 还有一滴血 一滴血 他肯定是撑不了多久了 直接被KO 咱们接着看肖成全下一个大猪 皮皮猪 皮皮猪先来个转水 草亭又是逆向过顶 乃洛洛打逆向前线中队 开bc版 别荒腰都要做取消 版别塑田 提食物感上去吧 超市场打高点 荒腰上楼 双火 大刹店 大猪 要电 没有接 上铁铁大包走 草亭又一发逆向过顶 小小玩爽了 这局 肖成全只剩下最后一个角色了 肖成全的克里斯 克里斯快速一个跳地 但是没连度 草亭呢 肯定追击上去 给一手吧 其实是开 硕铁燃烧 双段三段硕铁 四段硕铁 大刹铁十招了 双火是上了 肖成全瞬间被搞得生意地血 地血也保不住了 肖小拿到第一分 好 现在比分是1比1了 我们进入到第三局 第三局 双方继续有选人有随机啊 肖小随机到一个东障 这一把的话 他仍然用草蹄精压阵 现在肖小用拉尔夫首发 抵抗肖成的剃甲手 开场给个蛮牛状 剃甲手冒似没有动 好像没有来得及动 这就开怼了 岩浆拳 怼到残血之后 双方是要 对这局双方的目的是要 队一队看谁的拳头更硬 所以说开场肖成全没有动 好 再队一下子 宇宙欢迎队岩浆拳 蛮牛状和的队 不是吧 这拉尔夫头这么硬啊 双方相互抵消 原来是这么一个结果啊 眼交拳对又抵消 可以的啊 这个实际掌握的很棒 对到最后一下子 好 哎呀 肖真拳 他慢了一点点啊 这一波 他慢了一点 其实啊 谁先出肯定是谁就贵的 因为双方都有霸体 就看谁的霸体状态更长一点 好 继续开 好吧 现在把七加刹给拿下了 七加刹没有动 因为刚才他慢了一点 接着看肖成全下一个 金家帆金馆长 这两个对角色碰拳头 还是挺带劲的 哎 东炸闪刀 被我直开斩力拳 开BC 版面打击头斩力拳 开BC 剩路取消 剩路取消 剩路联系取消 再取消 削成全一点血 好 接着来看削成全下一个人 论连招的话 小小他是不输削成全的 这个是有目共睹的 只是有时候抓机会 所以会慢一点点 现在削成全 要不要还能赌命 血量还没有半血 赌不了 东炸又开始了 大体都做取消 斩力拳 就这样不断取消 板边剩路取消 剩路取消 剩路也取消 给一个大招可以结束了吧 大招结束了 小小又拿到了第二分了 领先了 那这样的话 双方就进入到第四场 第四场继续有血人 有随机 这把萧生全准备 萧生全来了个库拉这局 库拉的话 秒杀狂人 只要一个机会 在板中只需要一个机会就行了 现在小小用拉尔夫首发 拉尔夫 满牛撞硬队 这就开始了 萧生全这个气甲舍 可能又要和他对一对 岩浆拳了吧 双方还是准备来一发 岩浆拳对一对吗 和宇宙欢迎 哎呀 没有动啊 小小没出来吗 是 蓄力了 这一下 蓄力也干不过 萧生全这个气甲舍 慢了 对 萧生全的气甲舍慢了一些 所以说霸体状态就比对手长一些 两拳都干掉了 接着看萧小的马克西马 好 拿下吧 反正第一个人物就是对大招用的 所以说就都死了 完事 自己KO 接着看萧生全的安剑 萧生全 中招了 萧生全连到这个手之后 小小 哎 小小失误 但是又中招了 这个大招也怼过去了 大破展示 下气手两点 海BC 接入超杀上去吧 给他空中一点 点 叫声好点 现在来看萧生全的库拉 最后一个王者角色 王者级别的角色 只要顶到开超杀 秒了 必须秒 就是这么快 就是这么6 下面来看下一局 在谁 在库拉眼里 谁都不行 只要连一个机会 就这么刺激 秒了 对 就是秒了 这一局只用几秒时间 就可以结束 双方就这样打到了第五局啊 这一场 这个第五局打的时间有点短 现在才 对 八九分钟 就打到了第五局 很少见的 但这一场的话 萧生全依然有库拉 有库拉的情况下 萧生全是不是稳了 反正就是稳定多了 就看小小怎么打 小小这局选择了 双草 加个宝主 青椒叠杀 转腿踢兵 圣龙取消 接入必杀 兵一兵 小小又被秒了 哇 萧生全用库拉 真的是狠 接着看小小下一个草蹄精 希望草蹄精能抓住一套机会 把他带走 离草 拨草 青椒叠杀 前一队一个贼 一个贼 一个贼 开始烧吧 一个贼 大蛇替烧啊 起身 轻腿 点杀 哎 BC呢 不是吧 眼看要拿下库拉的时候 他又被冰到了 这对小小来说是一个挑战 这个库拉 太强悍了 小小还剩下一个草蹄精 如果刚才小小稳一点的话 开个BC就拿下了 接着看小小的普通草 哇 转腿 踢兵 圣龙取消 这下应该可以拿下了吧 又圣龙凹了一下子 超杀烧啊 终于拿住库拉了 大看萧城拳下一个温尼莎 太浪 温尼莎 潜中 好 轻手点BC 版别取消 开血管 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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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过一段了 大招追击 3 go 走 跑 来了 古里开嘞 草蹄精要开始了 起始术改 版别圣龙燃烧吧 小宇宙走 超杀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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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消振拳 哇 消振拳一点血 咦他追到一个BC 穿穿穿穿 结束了 没想到这样没了 3比2拿下对手 好